各位觀眾大家好 在過去幾天 一直跟大家提的 廣東海面的地氣壓 今天上午已經增強為 熱帶性地氣壓 如果順利的話 在明天之前 也不排除會增強為 今年第九號颱風 盧碧颱風 目前它的位置 以及移動方向 我們來看 最新的氣象局預測的路徑 它未來會先向東方向來移動 然後轉向東北 沿著台灣海峽西側來前進 以這樣的路徑來看的話 未來的暴風前影響的 主要就是金門 馬祖 以及澎湖地區 對台灣地區本島來講 看起來似乎沒有直接的影響 但是要特別提醒 外有環流 西南方非常的強 所以以這個路徑來講的話 對台灣西半部 最明顯的當然中南部地區 會帶來比較明顯的降雨 另外風浪也會比較明顯 未來這個路徑的話 其實是有一些變數的 移動的方向可能 因為台灣地區主在一個大低壓袋裡面 目前熱愛性低壓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未來會受到這些低壓擾動的一些發展 而影響它未來的移動方向 最明顯的低氣壓 就是在我們台灣東半邊的這個 熱愛性低氣壓未來發展 要特別留意 我們從雲圖來看 目前熱愛性低氣壓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而未來要注意的台灣東方海面的低氣壓 這兩個東間會不會彼此有連動 而帶來使台灣移動的路徑 未來會更靠近台灣的陸地 這可能要密切注意的地方 而至於這樣的情況來看的話 台灣地區今天還是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雨量最多的還是在台灣的地區 中南部地區雨量比較多的 已經來到超過100毫米的雨量 而就在中部以北地區的話 可能比較偏向的是 午後雷震雨的發展 這些雨量值 特別在北台灣地區 也有來到將近 也有來到超過100毫米這種雨量 提醒大家三區的雨量 未來的午後雷震雨 特別是明天 還是會滿明顯的 中南部地區的 這樣的情況也要留意 未來幾天的這樣的情況來看的話 明天禮拜三 颱風還沒有影響到 降雨主要還是以中部 跟南部地區的降雨為主 而在禮拜四到禮拜六這段時間 颱風會滿靠近台灣地區 所以這些降雨 比較強的降雨 特別在禮拜四 禮拜五 甚至禮拜六這段時間 都是因為颱風靠近 所帶來明顯的降雨 為了要提醒大家的 當然就是颱風 明天颱風慢慢靠近 還沒有影響 要注意就是 它即將沿著台灣 西部海面逐漸北上 未來不排除 陸境有向台灣陸地靠近的這種情形 而注意 禮拜四到禮拜六 是離台灣相對比較近的時候 而另外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颱風可能會受到低壓擾動的影響 陸境靠近台灣地區 對台灣的降雨風浪 都會帶來比較明顯的影響 以上是最新的氣象